军事科技强,炮弹也疯狂 现代武器一个比一个变态,其中又以美国为罪 射程上万公里的三叉戟,速度3.3马赫的SR71 单机造价24亿美元的B2 称之为变态,那是名副其实 有意思的是,除了这些高精尖武器 炮弹也变得越来越疯狂 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那些疯狂的炮弹 传统的炮弹其实就是一块铁戈的 无非材质稍微有些区别 比如乌心、平友和金刚 往铁戈弹里塞点高爆炸药就变成了榴弹炮 炮弹爆炸后分几个子弹头,那就是子母弹 在弹头加点化学物质就是特种炮弹 比如照明弹、发烟弹 这些都是最常见的炮弹 但是现在已经有了很多其他疯狂的炮弹 比如增程制导炮弹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美国M982神剑制导炮弹 最大射程65公里 神剑S还具备GPS加激光双膜制导 原误差概率仅为5米 精度高也就意味着威力更强 移毁上20米×20米的结构目标为例 传统榴弹需要147发 而神剑只需要3发 在俄乌战场上,乌军就使用神剑干翻了俄军T-90M 以制导技术、控制技术、维基电技术 为基础诞生的远程制导炮弹 射程能提高到100到150公里 精度提高到20米以内 可以弥补火炮系统的固有缺陷 用于海军舰艇也是不错的选择 与导弹攻击方式相比 大中口径舰炮的远程制导炮弹 射速相对较快 载弹量也更多一点 使用比较灵活 可以打击更多的目标 只是这种制导炮弹虽然好用 但是缺点也很明显 稍微有点贵 就比如神剑制导炮弹 2016年经过成本压制后 依旧达到6.8万美元一枚 而一般的155毫米炮弹 也就600到6000美元 还有就是留给炮弹 安装制导元件的空间太小 性能可能没那么强 不过这也有解决的办法 可以给炮弹装一个VPN 发射出去后 直接火力全开 就比如火力军当前正在使用的NordVPN 被时代杂志评为2022年最佳发明 也是2023年的最佳VPN 适用于所有主要平台 一个账号可以保护6台设备 只需点击一下 便可遨游在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的网络 重点还安全 NordVPN不仅仅是一个VPN 它还能保护您的隐私不被泄露 一些存在访问限制的网站 NordVPN也有专用IP 避开验证码和封锁名单 现在通过评论区链接安装使用的用户 还能享受专属特惠 订阅两年方案 可以享受69%折扣 以及额外4个月免费服务 30天内还能全额退款 快来和火力军一起加入NordVPN的大家庭吧 OK 我们言归正传 除此增程制导之外 火炮的背景也是越来越疯 火力军印象最深的巨型口径火炮 就是德国古斯塔夫轨道炮 口径800毫米 其重量1350吨左右 长约47米 离谱吧 炮弹更离谱 一枚重达7吨 能穿透1米厚的钢板 7米厚的混凝土 威力是挺大 但是射速与寿命都不行 15分钟才能发射一发 每发射48枚 就要更换整个炮管 虽说古斯塔夫轨道炮已经成为历史 现在来看也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这个思路是没什么问题的 火炮口径越大 威力也就越大 火炮想要增加射程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加长火炮的炮管 获取更高的出速 于是为了追求射程 有了炮管长36米 射程高达131公里的巴黎大炮 为了追求威力 有了炮管长32.5米 口径达到800毫米的 古斯塔夫轨道炮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火炮追求口径 但是现代武器讲究的是均衡 射程火力机动性都要考虑 所以现代火炮通常不超过155毫米 虽然也可以更大 但是会得不偿失 现役口径最大的榴弹炮 大概就是M1式240毫米榴弹炮 也是二战时期的老古董了 当前火炮的发展趋势 应该是炮管越来越长 对于火炮而言 我能打到你 你却打不到我 就是最大的优势 公平solo真男人一为一的情况下 结果就已经注定了 155毫米的榴弹炮 在二战之后经历了三次进化 39倍 45倍 和52倍晶 从这几个数字里就能看出来 这个时期的发展风向 就是炮管越来越长 射程越来越远 而现在也是如此 美国研制的XM1299型自行榴弹炮 58倍晶 德国莱茵金属公司也在研制60倍晶 155毫米榴弹炮 最大射程83公里 使用增程弹轻松破百 为了追求威力 口径也许会继续增加 不过说到威力 最强的还是能发射核炮弹的火炮 比如美国陆军的原子安妮 1953年的春天 美国军方在内华达试验场 成功测试了M65型原子大炮系统 虽然口径只有280毫米 但炮弹是核弹 爆炸威力能达到1.5万吨TNT当量 与小男孩原子弹相当 还有苏联的2B1型核大炮 口径达到了420毫米 同样是发射核炮弹 也被称为大规模真理说服器 威力自然不必多说 只要带个盒子 就算是个子弹 火力军都会敬而远之 不过核大炮这东西早就消失了 就算是有谁也不敢用 所以最疯狂的炮弹 还是要看电磁炮 前段时间 日本的电磁轨道炮在海上试射 发射了一枚中320的钢支弹丸 弹丸出速达到了6.5马赫 炮口动能达到了5兆焦 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说法 最终目标是让炮口动能达到20兆焦 如果是这样的话 出速只会更高 而且有意思的是 当前电磁炮的弹丸一般都是实心的 没有装药 也没有可制导的弹头 这就有一个问题 实心炮弹是如何摧毁目标的 火力军先明确一点 对于电磁炮来说 不装药反而会更强一点 电磁炮炮弹的出速够高 动能和穿深已经足够了 加装药反而会改变弹头结构强度 本来能穿的反而穿不了 而且加速过程中弹体要承受很大的加速度 对结构强度也有一定的要求 而且就算没有装药 电磁炮炮弹的威力也比装药炮弹更强 如果一枚11公斤重的电磁炮炮弹 以2400米每秒的出速发射出去 其动能大约相当于31.7兆焦 如果是一个同样重量的普通炮弹 里面带有1.5公斤的装药 以1000米每秒的出速发射出去 那么炮弹的动能是5.5兆焦 爆炸时释放的化学势能为6.276兆焦 普通炮弹的总能量是11.8兆焦 所以就算是缺少炸药 电磁炮炮弹向目标倾向的能量 几乎是传统炮弹的三倍以上 速度越高威力越大 美国的电磁炮就是通过特制的弹丸 利用动能攻击舰船 弹丸高速接触目标时破裂 产生和爆炸类似的毁伤效果 据说威力堪比一发导弹 同时因为重量轻体积小 携带的炮弹数量也比普通炮弹更多 只要电能跟得上 各方面来说都比普通炮弹更强 除了电磁炮这种高科技 美国在普通炮弹上也玩出了新花样 比如冲压炮弹 把炮弹改装成发动机 现代炮弹其实就是一个出唐后 靠惯例飞行的铁割的 但是美国现在研制了带发动机的炮弹 模糊了火炮与火箭炮之间的界限 也就是Rimjet 155冲压炮弹 值得一提的是 冲压炮弹不是说在炮弹尾部 直接加装一个冲压发动机那么简单 而是将整个炮弹设计成一个冲压发动机 Rimjet 155是炮弹与发动机高度融合后的产物 除了动力与普通炮弹不同 结构也完全不一样 一般火炮发射的炮弹形态也就两种 整装弹与分装弹 其中整装弹也被称为定装弹 外形很像被放大的子弹 发射前弹丸和发射药桶固定在一起 而分装式炮弹则稍微有些不同 发射前弹丸和发射药桶分开放 只有装填时才会放一起 欧洲和美国大多使用整装弹 德国的鲍2 美国的M1A2都是如此 整装弹优势很明显 在火炮口径不大 炮弹重量相对较轻的情况下 使用者对整装弹的运用比较顺手 技术也更成熟一点 当然也有国家选择不同 毕竟整装弹也有一定的缺点 装药量相对固定 射程有限 想要改变射程远近 只能调整火炮复养角 并且整装弹的体积较大 会挤占炮塔空间 而分装弹就可以解决上述问题 弹筒和发射药桶一分为二 处运时分离 使用时才组合在一起 搬运和运送更简单一点 一些性能过硬的火炮 也可以通过调整发射药的重量 来增加或者缩短射程 俄罗斯一些口径较大的坦克炮 用的基本上都是分装弹 但是一些火炮采用模块化装药后 如何合理用药兼顾最远射程和最近射程 就成了一个新问题 从某种程度上 美国最新的Rimjet 1555也算是整装弹 只是自带动力而已 目前Rimjet 1555的射程 已经达到了150公里 碾压一般的炮弹 只是因为Rimjet 1555集成了一整个发动机 毁伤部装药有所减少 只有6-7公斤左右 威力不如普通炮弹 不过精度更高一些 Rimjet 1555采用了惯性加GPS复合制导模式 并配有响应的弹道修正引气 使其目标的圆盖率误差效于30米 装药量减少也无所谓 精确打击造成的伤害已经足够了 并且据资料显示 该冲压增程炮弹 还应用了由BAE公司提供的 可以锁定和攻击移动目标的导引头技术 也能有效打击移动目标 这也是炮弹携带发动机的优点 机动 一般的炮弹出膛后 只能依靠惯性继续向前 出速一定比末端速度高 即使配备GPS与激光制导 那也是修正方向而已 但是装备一个发动机之后 炮弹就可以称为小型导弹了 只要动力够随意激动 如此一来 炮弹的打击方式更灵活 目标也是随便挑 聊完这些话里胡哨的炮弹 我们再来看看哪些史上之最火炮 比如射程更远 口径最大 威力最大等等 史上口径最大的火炮 只能是利托尔格维特迫击炮 又称小戴维 迫击炮的炮筒重65吨 炮座重72吨 口径914毫米 发射的弹头重量能达到1.7吨 射程达到了10公里 不过战时仅建成一门 还没来得及实战 除去核炮弹这种不讲理的武器 体型最大 威力最大的火炮 那肯定就是古斯塔夫轨道炮 数据相当惹眼 重量1350吨左右 长约47米 炮弹更离谱 一枚重达7吨 一炮能够将四个足球场轰炸 至于射程 那肯定是巴巴多斯巨炮了 在深管火炮领域 它所保持的记录至今无人能打破 理论上的射程能达到4000公里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德国发明了能够远距离 对巴黎城内进行炮轰的巴黎巨炮 重量375吨 炮管竖起来相当于10层楼的高度 使用180公斤发射火药 可以将210毫米口径的炮弹 推送到40公里的高空 实际射程达到了135公里 在当时这已经属于划时代了 但是在巴巴多斯巨炮面前 巴黎巨炮只能算是一个弟弟 上个世纪60年代 加拿大火炮狂人布尔博士 在加拿大与美国的支持下 开始研究高空飞行研究计划 设计一种能发射人造卫星的超级大炮 为了节省研制时间 布尔博士将美国海军 两门战列舰的大口径主炮 头尾对焊起来 同时增加类似巴黎大炮的 炮管支撑横架 最后造出一门长达36米 口径424毫米的巴巴托斯巨炮 为了进一步增加射程 还设计了巨炮专用的火箭助推增程丸 在之后的射击中 大炮成功将90公斤重的炮弹 抛射到180公里高的太空 后来的模拟计划表明 理论上来说 这门火炮能将100公斤重的炮弹 发射到4000公里远的地方 发射214公斤重的火箭增程弹 射程能达到2570公里 重量稍微轻一点的载体垂直发射时 可以被送到250公里以上的太空 从上面的数据来看 我们也能看出 二战之后 各国研制超级大炮的想法 基本上就消失殆尽了 那些不讲理的巨炮 也就到此为止 主要原因就是战争形势的改变 导弹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 这些巨炮就没什么用处了 导弹不仅打得远 打得准 价格也比巨炮更便宜 同时因为导弹的发展太快 普通火炮的存在感也是急剧下降 就比如海湾战争 美军用导弹飞机高强度的轰炸 确定了战场胜负 对此各国统一的看法就是 火炮 那是什么 听都没听过 之后别来找我了 我怕导弹误会 不过随着炮弹的进一步发展 通过增加发动机导引头 火炮与导弹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或许未来的火炮与导弹 会成为一家人 只是打击目标不同而已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觉得炮弹还有什么新玩法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如果内容有不对的地方 也可以在下方指正 视频的最后 感谢NOW的VPN赞助这期影片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